哈喽大家好 英国伦敦最近有一个钢琴家 在商场里弹奏钢琴的时候 跟中国的游客产生冲突 这个事非常火 朋友们想要来说一说 那我就来说一说 我说完了以后 先说好你们不准骂人 我就单纯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 我发现这个网上这个事 因为我也没有看别的报道 我只是看了原视频 大概跟大家复述一下吧 就是一个伦敦钢琴家 大概是个YouTuber 就是一个外国的自媒体的博主 然后在这个伦敦的商场里面拍视频 然后这个时候呢 来了几个中国游客 可能也要在这拍视频 他们就发现啊 这个伦敦的钢琴家在这拍视频 然后呢就走上去 就跟这个伦敦钢琴家说 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视频删了 那人家肯定不愿意啊 对吧 人家说我现在在这拍视频 那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视频删 就是说你拍到了我 你侵犯到我的肖像权了 那这个伦敦钢琴家说 我没有去你家拍你 我也没有在你的私人里面拍你 这是公共地区啊 公共地区我是可以拍你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 这个女的就说不行 你就是拍到了我 你就要扇视频 然后呢两边就起了争执啊 然后起争执的过程中呢 这个其中一个女生拿着个国旗 就说其实我也是英国公民 但是我知道你侵犯到我的肖像权了 你得扇视频 然后那个老爷就很奇怪 那你为什么拿着中国国旗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好像是是不是伸手了啊 还是怎么回事 然后那个男生啊就冲上来说 你别碰他 你别碰他 然后呢这个事就啊 后来就报警了嘛 对吧 然后警察后来就说 没有办法啊 这个事呢 毕竟是说啊 人家在公共区域拍视频啊 我不能强制人家扇视频 后来呢 这个女生又发生了 这个女生特别有意思 她说你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 她是拿什么呢 她是拿YouTube的隐私规则 和互联网法律中心的条例 来说这个事了 对吧 然后呢她就说 这个人就是侵犯到了我的肖像权 而且她说我为什么拿国旗 我们作为中华儿女 因为看到这个老外要拽我的国旗 我才说不要碰他 不要碰他 我才说的那么夸张 我就来说一说我的看法 首先啊 我觉得这个事啊 你们网上一群网友啊 纯属吃多了多管闲事 人家都说了 双方都是英国人 你们在这激动什么呀 那跟你们关系不大吧 对吧 那很多人说 她拿着这个中国国旗啊 那她拿着中国旗 只能说明她是有华人士啊 她自己说的嘛 我是一个英国人 我知道肖像权 对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朋友们就不要太激动了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常见 现在嘛 经常就有一些啊 华裔的英国人啊 华裔的美国人啊 是吧 华裔的德国人啊 华裔的澳大利亚人啊 上街帮助咱们中国的友人拍视频嘛 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现在国际化嘛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这个没什么 但是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中国儿女 所以说我要护着国旗 不能被外国人拽 我觉得啊 稍微有那么一点牵强 比如说你说张思琳 张思琳也是个华人 但你说如果要有人侮辱国旗 我也肯定不能同意 但是你说如果人家是上来伸了个手 你说我就要做出那么夸张的动作吗 我说句实话 我做不出来 我不像大家那么激动 但是这个女生说了 我们其实是拍摄这个贺岁视频 那么这个贺岁视频呢 是有保密条例的 那至少在这个事 就是我们这个春节之前呢 我们是不能发出来的 对吧 那我个人感觉啊 如果你个人被人家拍到了 那不是人家拍摄者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YouTube的就是网站的这个隐私条例 这是不管用的 只是你是网站的规定 你不是法律 你要让渡于当地的法律 你比如说 在美国 开这个Uber或Left Uber和Left 明明禁止 司机不能带枪 我可以告诉你80%的福尔里达车上 这个司机车上都有枪 为什么 福尔里达当地的法律是可以带枪 Uber和Left的政策是不能带枪 你说我听谁的 我听法律的 我还是听规定的 肯定是听法律的 对不对 法律最大 任何时候都是 而且互联网法律中心 我不知道是美国的互联网法律中心啊 我只知道 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东西都按照事发地 当地的法律原则来计算 我们不应该按照网络的这些法律规则来计算 因为只有现实中有法庭 审判你也是由现实中事发地的那个法庭去审判的 对不对 更何况事发的两个人还是英国人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人又发生在伦敦这么一个大英帝国的首途 所以说他们都应该按照英国的法律来审判 至于他们对于中国国企的态度 那只能说明是一个对中国比较友好的英籍华人 和另外一个对中国没那么看重的老外之间的冲突 这都属于人民外部矛盾 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吧 我其实啊 我就想跟大家探讨一点别的问题啊 你说如果不是因为 因为这个老外不删视频 他们这个视频不能泄露 这女生会不会说出 我也是英国人 请你尊重我的肖像权这句话 如果这个老外是在中国的平台上做直播 这个女生会不会说出 我是英国籍 请你尊重我的肖像权这句话 我想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想知道会不会说出这句话 我单纯好奇 我单纯好奇 反正跟我我肯定不说 可能我道德比较低 这个事 所以说我就是说 当然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单纯跟大家探讨一下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 网络啊 这个东西很发达 你在这能恰到流量的同时呢 它也是个双人舰 因为经常有的时候啊 这回拳标扔的太快 因为我现在很多知道的就是 很多人其实他拿了一个外国籍 但他不说 你也不知道 那你就以为他是绿卡 或者是别的 但其实这个事情 但凡你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 但凡你从在国外有过生活经历 你从他说话的方式里 就能判断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吧 包括你像谁跟张次令说的 是吧 谁跟张次令是这么实诚 上来就告诉你 张次令早就移民了 十四岁移民了 不会有人向我说出 我这样的话的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事就好玩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事就好玩在 可能吧 人家以为这个事发出来了 他不会被中国的网友看到 因为毕竟嘛 咱们中国的大部分的网友 是不看这些油管上的视频的 对不对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事最终还是火了 而且人家可能是以为 对方没有在拍摄 人家才敢说这个话 对不对 这就是我看过很多人就网上就这样 在美国的时候 但凡是没有摄像机的时候 不直播的时候 不那个什么的时候 跟人家一溜一溜的 我有我的权利 我是一个美国人 然后一旦有视频的时候 立马就爱国 爱国 爱国 这个我只是瞎编的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 我只是胡说八道的 我只说这种博主有没有呢 可是你说这个女生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女生我认为也没有问题 对吧 你既然心里有不满了 你既然想诉求自己的合法权利 你就去诉求嘛 对不对 只要人家愿意听了 你愿意删了也没问题 那警察在公共场合 他是管不了这些事情的 那公共场合哪有执法权 那比如说大家随便拿一个视频在接拍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 所有的接拍视频都不能上线 那都把你拍进去了 对吧 你在公共的场合 你就没有隐私权 你在公共的场合 你哪有隐私权 什么时候公共的场合有隐私权了呢 隐私权你只有在私人的场合才有啊 要不然的话 那这个隐私权的这个词不达意 从字面上它就不对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个人跟大家说 这个事情嘛 我个人感觉 大家当成一个因果的事看 就可以了 大家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很无聊 很无聊 行吧 这期就跟大家做到这 有个什么有意思的话 就在跟大家说这期聊聊 大家拜拜